亲爱的乘客们,你们准备好了吗? 一百层的巴士来了,哪儿都能去! 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,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。 像往常一样,五点五十七分,巴士司机喝完茶。 像往常一样,五点五十八分,巴士司机穿好了外套。 还像往常一样,五点五十九分,巴士司机登上了双层巴士。 六点钟整,他准时发动了引擎,驾车驶离了公共汽车总站。 每天如此,系着宽大的红色领带的先生在黄岛站上车。 每天如此,推着婴儿车的女士在图书馆站上车。 还是每天如此,叽叽喳喳的孩子们在幸运草站上车。 唉,巴士司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,每天都重复同样的生活,他有些厌倦了。 要是能乘上那只热气球,我们就能飘到天上去,飘得远远的,飘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 他想着,正想着巴士司机注意到一条以往他从没有见过的小路。 这条路是通向哪儿的呢? 他暗自琢磨着。 司机转动方向盘,双层巴士驶入了小路。 这并不是他日常行走的路线,太令人兴奋了。 不久,车子渐渐地远离了城市,缓缓地行驶在湘津小路上。 哦,请问,我们这是要开到哪儿去啊? 红色领带先生问道, 哦,我不知道,哪儿都能去。 巴士司机欢快地回答, 双层巴士继续向前行驶。 车子驶入那些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不同以往的城镇。 镇里,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不同以往的公共汽车站, 真是一场大冒险呀。 没过多久, 双层巴士上坐满了兴高采烈的乘客, 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要去哪儿。 过了一整天, 双层巴士抵达海边。 哦, 没路可走了。 司机略带伤感地通知乘客们。 我们可不能现在就停下呀。 跟婴儿车的女士说, 我们去坐渡轮吧。 于是, 车子开上了渡轮。 这车要开到哪儿去啊? 渡轮上的一群船员们问道, 哪儿都能去, 我们正在冒险呢。 巴士司机回答, 哦, 能让我们搭车吗? 船员们问道, 当然欢迎了, 不过我们的车子满缘了。 巴士司机回答, 船员们陷入了沉思。 他们卖力地工作了整整一夜, 悄悄打打, 叮叮当当, 钻孔打洞。 第二天早晨, 开上岸的是一辆闪闪, 发光的三层巴士。 镇上开来一辆大型巴士的消息传开了, 很快, 三层巴士再次满缘, 乘客们又齐心协力, 开始建造巴士的第四层。 四层巴士里, 洋溢着欢声笑语, 直到…… 又满缘了。 没问题的, 我们有办法。 学生们说, 他们想出一个穿过并跨越大桥的妙招。 这下再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前进了, 乘客们欢呼着, 紧接着巴士的第五层, 第六层和第七层也逐级搭建起来。 两个月以后, 巴士穿越一个气候异常炎热的国家, 因此, 第三十层车厢被建成了一座游泳池, 池水还挺深。 六个月过去了, 巴士的高度超过了最高的摩天大楼。 乘客们出发一年之后, 这辆巴士已经高达一百层了, 人们为此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, 尽情欢笑, 彻夜无眠。 就在庆典过后的第二天, 车子开始发出怪声。 哦天啊, 巴士司机说, 又过了一天, 发动机开始冒起烟来。 哦天啊, 巴士司机大喊, 又再过了一天, 发动机盖子直接炸开了。 哦天啊, 天啊, 天啊。 巴士司机尖叫起来, 可怜的巴士出了故障。 乘客们一个个走出巴士, 你看看我, 我看看你。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? 他们问司机, 哪儿都不能去了。 司机略但伤感地回答, 忽然有位听觉特别灵敏的乘客问, 什么声音? 所有乘客一起抬头, 看到了什么? 哇, 乘客们全都乘着热气球, 飘上了天, 飘得远远地, 飘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。 因为, 这本来就是一场大冒险啊。 请不吝点赞,